中文字幕提供 由我托嬷嬰開始 我和老公已經做了很多研究 看很多關於容易的東西 我們跟著這個理念叫做Trick 就是T-R-I-C-K T就是Trust R就是Respect I就是Independence C就是Collaboration K就是Kindness 我們會很信任小朋友 只要在安全情況下 他要做的事我們都會盡量讓他做 他碎幾 我們會一起切一隻香蕉 真的會讓他拿著一把真的刀 當然不是很鎮定的 我真的會讓他切一件件 放進碗裡吃 我們會很信任他 只要在安全的情況下就沒問題 不想每一件事都跟他說No 除非有危險 當然要No 吃完東西 你拿回那個骯髒的碗去洗手盆 我想他學會獨立 而且我不想每一件事都 解手於別人 讓別人幫忙 跟我們沒有聘請姐姐 也有關係的 很多事情變相是 他不能叫別人幫他做任何事 都很感恩我和我老公的工作時間 可以很配合 他自己的工作又很複雜 我的工作又可以複雜 我覺得很幸運 在香港不是那麼多父母可以做到 他打死了水 我知道是水不是甚麼 媽媽 骯髒了 那怎麼辦 你自己拿個地拖 我有個小孩的地拖 他自己拿出來 擦擦擦擦 他有空無事 你做甚麼 他拿一塊濕布 濕紙巾 幫我們擦桌擦擦擦 我跟他說 吸塵是他的工作 洗完頭吹完頭 地上有些頭髮 他一聽到我開的聲音 馬上衝進來 媽媽是美妮的 美妮做 盡量跟著這個理念去做 有時進行升降機 有人進來 我們自己主動會打招呼 也會教他 你也要打招呼 但可能在香港大家都比較 我發現不是經常會有人這樣做 可能我和小孩在一起 我們這樣做 他會覺得 我都要打招呼 合作 我們會合作去做事情 我們這個家庭是一個團隊 我們經常都這樣跟小孩說 他自己吃完 他無論多喜歡的食物 都會留一輩子 然後就用紙巾包著 拿過來給我 媽媽我留給你的 小時候我們大家都會說 媽媽和你分享這件事 譬如他藍莓 紫蘭啤 他最喜歡吃的食物 全部都會留最後一顆給我 學術上我幾乎沒有 他只有兩歲而已 其實他一輩子留場 他現在不認識ABC 但是他過了兩年 怎樣都會認識ABC 但我覺得如果他頭幾年 沒有學會做一個好的人 可能那個天差就會越來越來越 想他做一個好人 要他有同情心 要同理心 要他尊重其他人 要有禮貌 這幾年都是打算是重點 還要逼他要串Apple 他太小了 我不想他那麼辛苦 去學這些 其實他遲早都會認識的東西